想喝点什么 郑岗晶 好巧啊 你也在这里啊 这位是 这位是我的新助理 你好 我是白玉玲 玉玺 那你一定不介意拼桌子吧 行 反正一会儿子月就来了 我们大家一起吃个饭吧 好呀 没问题啊 这样你有 你有理解了啊 子月 你怎么还没有等 成 想尽一切办法 拖住陆子月 同学 你这样懂了吗 我刚刚给你讲了这些 其实 老师你说得很清楚 也很有逻辑 但是 可能是因为我太笨了吧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听不懂 这样啊 不对 那一定是我讲得不对 那我再重新跟你讲一次好了 你把课本拿起来 你翻到第 第七十六页 七十六页 这样 这边有写到 人民法院已经生肖的判决和裁定 具有强制执行力 当事人若不履行生肖 你有看到这 这一行吗 对 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那个意思 也就是说 仅有上述情况 但为执行夫妻离婚的 无过错方 无权请求 损害赔偿 我完全听不懂 我怎么讲呢 老师 来 吃点东西 不用 不用 我喝水就好了 喝水好 来 喝水 喝这个 谢谢 你给我喝的什么 不好意思 我好像拿错了 这个是白酒 那 那要不你喝这个吧 小郑总 林小姐 你们有什么推理喜欢 或者忌口的吗 我 我都行 只要是郑里哥哥喜欢的 我都不喜欢 我们两个呢 就是郑副级 他喜欢什么 我就不喜欢什么 反着来的 那要帮您的朋友 也点一份吗 那要帮您的朋友 先不用了 我打个电话 问他在哪里 对不起 你是新来的 是 我是小郑总 新招的助理 那你知道我跟他 是什么关系吗 以前听说过一些 刚才呢 也看出我七七八八了 反正这么多年呢 我们俩的关系 一直是这么好 你看他 郑刚进这个绰号 叫了他那么多年 他还乐此不疲的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你知不知道 他今天约路子约出来 是为了什么事情啊 我要离婚 他帮我介绍律师 啊 你要离婚啊 那晚一天可以吗 没关系 喂 你找陆老师啊 他现在有点私事 不方便接电话 我 我是谁 我是他的学生啊 那你有什么 要我转达的呀 是有那么多年 终于开架了 那没事了 行 那我不打扰你们了 拜拜 啊 紫月临时有点事 不来了 啊 好可惜啊 既然你的朋友 来不了的话 陪我看电影吧 我前后左右的票 全都买了 绝对没有人打扰我们 走吧 那依依一起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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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算了吧 现在已经是下班时间了 我就不打扰二位了 嗯嗯嗯嗯 我先走了 拜拜 再见 拜拜 嗯 去看电影吧 走吧 走走走 特别好看电影 啊 啊 啊 谢谢观看